几个圈内大家有公布 大家知道的女朋友 在跟我分手之后都嫁得很好 嫁给猫猫小开这样子 有嫁入豪门的 有嫁入嫁给小开的 三年前在节目上 谈起过去情史 艺人唐志平不忘开开自己玩笑 由倒数第二任男朋友的称号 他过去曾迷倒丁宁 宋继颜 胡秦文等人 多有魅力 看看这身材就知道 曾经被称为演艺圈的发电机 还被叫做台剧男神 我觉得也不算卡通 也不算电脑动画 可是可能是一个结合 摩塔尔出身 22岁在演艺圈出道的唐志平 出身于泰国在台湾长大 不只长相帅气 演技也很出众 代表作有花样少年少女 白色巨塔 2021年还入围金钟式地 而他的出身也大有来头 传到我祖父那一代 把生意做得非常大 唐庄和鱼入场 唐庄和鱼入场 是 就类似台湾的金兰酱油一样 哇 这个太猛 你是鱼入小开 对就没开到 那我爸爸是属于很有志气 说他不要家产 其实唐志平富 今是泰国华侨家族在泰国经营最大的鱼入制造公司 唐庄和 不过他没继承家产 反而踏入演艺圈 只是近几年工作不稳定 连人都受益圈 更在四年前就传出欠债 如今手上还有一档戏拍到一半 居足表示即将换脚 让他好好处理母亲后事 面对经济困境 他强调自己阳光正向 不过却始终不相信 自己的妈妈已经离世 迷世新闻 做个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迷世新闻网